任何众巡终将神之以法 1936年3月 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谈判破裂 伴随着日益两国退出条约 原本受到限制的 吨位在2万吨以上 主炮口径254毫米以上的超级巡洋舰的限制也被解除 虽然德法两国在30年代初就曾建造过这类舰艇 吉士佩伯爵和敦克尔克 但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局势并没有那么紧张 加之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 大家都穷疯了的影响 这些船并没有掀起新的军备竞赛 但伴随着30年代末战争的逼近 以及德国沙恩霍斯特级和日本新型305毫米炮大型巡洋舰情报的传来 情况就完全不同 不仅如此 日本在战前保有的重巡洋舰编队 也对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构成了严重威胁 因为美国海军并不知道的吨位瞒报 他们普遍有着比1万吨级条约重巡更大的吨位 35节以上的航速和超越美国战前巡洋舰的装甲和火力 美国海军认为这些强大的巡洋舰极有可能被用于袭击美军航母 因此需要在航母编队中加入一些同等级的重巡 甚至更重的舰艇来确保航母的安全 超级巡洋舰的设计思路在1938年已经推出 就受到了海军高尘 甚至是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追捧 海军舰队司令欧内斯特金更是认为 这种舰艇不仅可以保护航母 还可以成为航母编队中坚不可摧的指挥舰 罗斯福最初想要海军建造一种装备六门254毫米主炮 能和德法袖珍战略舰抗衡的军舰 但是军舰局还是想方设法夸大了日本建造同类型军舰的威胁 并推出了自己的方案 装备三座和三连装203毫米主炮 重量相当的305毫米连装主炮 航速35节 最大航程15000海里 防护在主要交战距离基本免疫203毫米主炮 在深入研究后 技术人员发现 在拥有35节航速 305毫米炮和大厚度装甲等败家指标的前提下 增加三门主炮并不会让项目造价上升多少 因此顺理成章地将设计扩大1000吨 达到25000吨 主炮也变为三座三连装炮塔中的九门305毫米主炮 3000预算入卡巴并改 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被移交给了修造局做细化设计 但是这时新的尴尬也产生了 海军想要的是一艘不会占据主力舰建造资源 比重巡稍贵但是强得多的军舰 但现实情况是 接近3万吨的吨位明显需要占用大型船物来建造 所消耗的动力设备 装甲和火炮也直逼战列舰 虽然性价比堪忧 但是战争的威胁和情报中的日军大型巡洋舰 还是让海军决策层放弃的思考 1940年版的战争计划指出 每艘新建造的航母至少需要配套两艘重巡来护航 但是如果日军大巡出现 这些重巡的护航作用将不复存在 美国海军还是不得不依靠宝贵 且数量有限的战列舰来保护航母 而建造25000吨大巡 恰好能解除这样的尴尬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是狂热的斗兽其爱好者 比如美国海军作战司令部中的部分官员 就公开发表了反对意见 虽然305毫米炮大巡确实可以对抗日本大巡 但是如果日本人升级了他们的建造计划 造了更大的船 最后护卫航母的重弹还是得落到战列舰身上 我们应对日本人的305毫米炮B-65方案设计了新大巡 但听说他们在得知我们要造新大巡后 把主炮换成了356毫米 另一方面的影响则来自于1939年就已经爆发的欧洲战事 40年2月的战争计划就曾悲观地预测 英国将会被击败 而德国海军的施配伯爵机 以及新建造的沙恩霍斯特级等新型军舰 会借此袭击南美甚至加勒比海地区 但美国海军的主力却只能被情报中将在1945年 扩张至拥有24艘战舰的日本海军牵制在太平洋 无法应对两洋作战保护自己的后花园 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 与其建造只能猎杀条约巡洋舰的大巡 美国海军需要更多的战列舰来保证自身的安全 虽然反对声音众多 但在1939年11月 转机还是出现了 军械局在当月提出了一系列超重型炮弹的构想 其中包括后世知名的1225千克的406毫米马克8系列穿甲弹 自然也包括今天的主角 517千克的305毫米马克18系列 这种穿甲弹在由305毫米50背径主炮发射时 被认为可以在15000码击穿接近400毫米的闲测装甲 在3万码击穿140毫米的装甲甲板 足以对当时大部分的战列舰构成威胁 大巡获得了参加战列舰决战的转入门槛 这让提案成功转入了细节设计 不过作为成本上的妥协 节省动力设备开支 航速要求被改为了不那么苛刻的33节 至少可以跟上新设计的埃塞克斯级航母 1940年1月 美国海军修造局开始了大型巡洋舰的正式设计 最初的四个方案为CA2ABCD 排水量由25000吨递增至39000吨 其中B岸与C岸是在A岸的基础上增加了动力与防护 均装备9门主炮 而D岸则在加强防护的同时 将主炮增加到了12门 这些设计看上去十分华丽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以D岸为例 它的主装甲带厚度达到330毫米 装甲钢消费量几乎与压滑及战列舰无异 火控、防空、动力等系统也是压滑同款 妥妥用压滑的造架造了一坨305毫米的答辩 海军参谋部面对这些狗看了都摇头的设计提出 既然你们自己都说过 305毫米连装炮和203毫米三连装炮差不多重 那么为什么不给现有重巡搞个换头数 造点15000吨左右的超级重巡应付了事 于是与大巡方案平行展开的新设计案 也被交给了修造局 但很明显 美国人低估了12寸炮的代价 在牺牲了几乎全部的鱼雷防护和大部分的炮击防护后 这些被设计者戏称为敞篷巡洋舰的舰艇 仅能以接近2万吨的排水量安装4-6门305炮 每分钟勉强三轮的射速加之较少的主炮数量 使得它们可能都无法击退敌方重巡洋舰 更别提和日本大巡抗衡了 于是设计工作在1940年的4月又回到了原点 设计一种排水量25000吨上下 安装6门以上305炮 又能有效防御203炮 有限防御305炮的设计 因为海军参谋部自己都对设计用途举气不定 于是根据不同成员的提案 诞生了CA2-EFGHI五个方案 E到HM的主炮数量由6门递增至9门 排水量由24000吨递增至27000吨 而I-AN则为7炮设计加强鱼雷防护 面对混乱的局面 欧内斯特金在1940年7月重申 大巡的设计目的是为了保护航母 击退敌方巡洋舰 6炮以下的设计因为命中率低下 无法达成设计目的 于是海军船舰局在1940年7月 拿出了令欧内斯特金满意的新设计 新方案和历史上建造的阿拉斯加级 已经并无太大区别 它使用了一座连装 两座三连装 共计八门的305毫米主炮 主侧距宜被安置在了和战略舰一样的高处 以支持远距离炮机 指挥塔也拥有战略舰级别的装甲防护 动力为15万马力四轴驱动 设计最大航速33节 水上飞机被从舰艇尾部 转移到了舰艇中部 由机库保护 因为不同于大编队行动的战略舰 只会把水上侦察机当作消耗品 在可能单独行动的巡洋舰上 水针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因此需要特别保护 防止被小口径舰炮或恶劣天气损坏 这一方案有着229毫米 向内倾斜10度的主装甲带 向下延伸递减至127毫米 水平防护为36毫米的露天炸弹甲板 和76毫米的主水平防护甲板 1号和3号破塔前的弹药库装甲 为垂直260毫米 破塔座圈厚度为279毫米 破塔正面厚度为325毫米 侧面133毫米 顶部127毫米 舵机舱则为侧面269毫米 顶部38毫米 鱼类防护系统采用了外层空舱加内层夜舱的双层结构 虽然弱于同期战略舰 但明显强于条约重巡 方案被提交至纽约造船厂后 又进行了一些修改 船厂工程师认为 两种炮塔混搭的模式不异于后续生产 所以增重500吨将1号炮塔改为三连装 自此阿拉斯加的舰艇设计基本定型 在主炮方面 军械局在1939年初 决定重启怀俄明级战略舰 使用的305毫米50背景马克7型主炮的生产工艺 并对炮身进行了轻量化改造 又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从而诞生了阿拉斯加级装备的305毫米50背景马克8 但因为华盛顿特区的海军炮工厂 此时正忙于生产新的406毫米主炮 该炮的生产进度也被大幅拖延 直至1942年1月才完成了原型炮制造 至1944年 该炮伴随阿拉斯加级正式入役 对于三连装炮塔 相比原型怀俄明级战略舰 最佳使用的三连装炮塔在提弹机构上 反而更类似巴尔滴魔级重巡 每门炮拥有独立的弹丸和发射药提升装置 因而可以达成最快每分钟三轮的极限射速 副武器方面 作为大口径防空武器的12门127毫米38背景马克12防空炮 被安置在6个双连装炮塔内 4个炮塔布置在闲侧 剩余两个则在中轴线 使得单侧船前可用的127毫米高扣数量达到了8门 最初设计的中型防空武器为6座四连装28毫米高射炮 但在1942年被替换为了新设计的四连装40毫米伯夫斯高炮 小型防空武器则由战争初期的12.7毫米机枪 改为了20毫米恶力孔高炮 伯夫斯和恶力孔的数量也伴随着战争的进产而不断增加 在战争结束时分别达到了56门和34门 1940年7月19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舰队扩张法令 将设计项目CA2正式命名为大型巡洋舰CB 预计建造6艘 并在9月向纽约造船厂下发了建造3艘的订单 纽约造船厂在1940年10月至次年3月间完成了工程设计 并在1941年末至42年初开始了CB1阿拉斯加和CB2关岛的正式建造 不过因为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各类船舶建造量激增导致了钢铁短缺 剩余4舰的建造则被无限期推迟了 首舰阿拉斯加在1943年8月下水 1944年6月入役 姐妹舰关岛则紧跟着在9月加入了美国海军 因为战时加装大量防空炮增加的排水量 两舰的设计航数只能勉强达到预期 在1944年11月进行的测试中 阿拉斯加在33000吨排水量时 以174000马力的动力过载状态 达成了32.7节的航速 而在155000马力时则为31.8节 15节航速时续航里程为12000海里 出乎意料的是转向半径只有800马 比水池测试的预估少了接近300马 但对于前线参战部队来说 阿拉斯加的表现则是毁育参半 正如阿拉斯加的首任舰长 菲施勒少将对他的评价 他是现代造船工业的典范 但是他明显有着很多设计缺险 航海舰桥的视野 被中轴布置的127毫米防空炮阻拦 舵手甚至无法看到船头 33节的航速相比舰队中的其他舰艇并无优势 转向能力却要列于大部分巡洋舰和航母 或许只有萨拉托加例外 1800人的设计载员明显不足 至少要增加到2100人才能保证高效运作 因为从未单独行动 只是伴随着大舰队活动 放置在舰艇中部的水上飞机被认为毫无用处 反而占用了原本可以安置防空炮的宝贵空间 当然这些前线士兵在细节上的恶评 比起海军高层方面的态度转变 可能都算不上什么了 因为1942年中航母舰队的惨重损失 比起还有富裕的战略舰名额 在1943年的海军建造案中 曾经大型的坚定支持者 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亲自砍掉了耶阿华以外的全部大型水面炮舰建造 转将资源投入建造爱塞克斯级和中途岛级航母 这其中就包括了美国海军的终极战列舰蒙达拉级 以及剩余拉拉斯加级 只有三号舰夏威夷因为材料已经基本准备齐全 在青迪欧内斯特金的利保下 在1943年11月参促开工 而此时的世界局势 也然走向了与三年前完全不同的方向 意大利已经投降 曾经的假想敌德国海军也在英国的围剿下损失大半 而日本海军方面 设想的禁敌B-65大群从未得到开工的机会 而重巡部队也被证明难以单独袭击美军航母 阿拉斯加级再也没有机会和敌军巡洋舰交战了 而他和战略舰交战又要承受巨大风险 在防空作战中相比重巡洋舰也没有显著优势 这让美国海军对这只昂贵大猫的未来用途无比泛难 在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 阿拉斯加和关岛相继离开航母特混舰队 返回了东海岸并被划入预备仪 紧接着在1947年退役 进入封存状态 在50年代导弹时代来临后 两舰和完成84%建造的三号舰夏威夷 也曾被拉出来论证是否能改造为导弹巡洋舰 夏威夷更是被短暂化作北极星弹道导弹的搭载平台 但因为需要改造大量大厚度装甲部件 工程量巨大且耗费高昂 最终项目还是让位给了更加省钱的重巡洋舰 在1960年至61年间 已经毫无用处的三舰最终被美国海军除击并解体 本期阿拉斯加级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观众不要忘记一舰三连 并点个关注哦 이정结束了 来的观众 抓来的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